大家好我是Rona老師 大家好我是嘉莉老師 今天呢又來到了格局的時間 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個人非常嚮往 但是不具備的格局 好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格局呢 叫做貪居害子名為泛水桃花 是不是聽起來就覺得很優秀 桃花的你本來最欠的就是這一種啊 太郎星命座害子這兩個地之位呢 稱為泛水桃花 那顧名思義呢就是桃花如 滔滔浪子般的滾滾而來 那下面的註解呢是寫 假如生命座於害子 欲貪狼逢其要以極論 如遇行徑難浪蕩女迎娼 感覺好像有好有壞 但需要條件的組合 假如貪狼星呢 座命功或者是升功呢 在害子這兩個位置呢 遇到極星的話就還不錯 那貪狼星呢是我們斗樹裡面呢 最大顆的這個桃花星 那因此呢不適合再遇到桃花星了 那遇到桃花星呢會有桃花過重的問題 而在這個亥跟子呢 這兩個地之位的宮位裡面呢 它的五行是屬水 好那也容易造成呢 這個桃花過重的這個狀況 那為什麼呢 它會說逢極要以極論呢 嗯 它的意思是說呢 當貪狼星呢做命功或者是升功呢 在子的地之位的時候呢 對功呢會是子微星 那這個組合呢 兼具了與人為善跟 冷靜上往來無愛之外呢 它又愛學習 那懂得多 那同時呢給人家貴氣 但是不交重的感覺 如果說呢這個命功跟升功呢 坐在害的這個位置呢 會是連真貪狼童工 連真心呢 它雖然不是顆桃花星 但是呢 它是個聰明 風趣能力很好的心藥 那自然呢 也是很討人喜歡 但是呢 連真心跟桃花星 放在一起的時候呢 就會加強連真心 刺桃花星的這個特質 而害味呢 除了屬水之外 它又是四馬地 那兼具了願意 異動的可能 一個聰明 能力好 反應快 外源又好的人 那是不是讓人家 覺得特別的著迷 那因此呢 這個組合 好比是一台行動發電機 嗯 我個人也很愛連貪童工的 真的 那對拱的你愛嗎 對拱的我也愛 因為對拱的是你啊 好 如玉疾心的話呢 就還不錯 這裡指的疾心呢 是化露或是露唇 那貪囊星化露呢 加強貪囊星好的特質 而貪囊星呢 它的其中一個五行是屬木 那若能將貪囊屬木的特質呢 發揮出來 也就是說呢 運用它的學習 發展的能力 那五行關係中呢 水能生木 那若有充足的水分 提供那麼這顆木呢 就能得到好的伸展與發展 那露唇星呢 是顆呈旺之星 它能增加這個主星的優點 讓貪囊星呢 可以達到穩定的一個狀態 而連貪呢 是以連真心為主 遇到露唇星呢 更穩定的連真心 化氣為求 自我約束的這樣的狀況 那同時呢 也讓這個貪囊星呢 相對的穩定 好 那如果呢 連真貪囊呢 而貪囊化露了 自我約束的連真心為主 運用學習與發展的 這個貪囊星為輔 那而連真心呢 它有約束著貪囊星的這個 在發電的同時 不忘自己的本心 那對於這台行動發電機來說呢 是相對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喔 教育老師剛剛講的呢 是屬於比較好的部分 但我剛剛好像有聽到 什麼男道女艙之類的東西 那它又是什麼樣的組合呢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下一句的註解 它寫 如遇行跡 男浪蕩 女迎昌 這個是說呢 如果以上的組合呢 遇到了煞星 或是化妓的時候 如果是貪狼獨作 遇到煞星的貪狼呢 增加了他的桃花的行動力 跟憧憬 那又在屬水的公位中呢 更容易陷入這個 愛恨情慾當中 好 那遇到化妓的貪狼呢 他的慾望增加 但是呢 也因為慾望的太多呢 不知道如何尋起 那如果連真太郎遇到煞技的話呢 煞星呢 破壞了連真心 化氣為求的這個框架 突破了他自己的框架 那更使得這個行動發電機呢 更容易走偏 所以呢 會容易有這個桃花糾紛的產生 以我們現在的社會價值觀來看的話呢 只能說他的感情世界呢 會非常的豐富 用這樣子來形容 會比較恰當 所以這樣聽起來其實也沒有很糟耶 因為頂多就像是你的眼睛 被這個花花世界所迷住了 那迷住你的東西呢 比較多是跟異性之間有相關啊 擁有比較多的愛恨情仇 那對於我們這種就是先天缺乏桃花的人來說 我簡直就是羨慕的不得了 所以當桃花泛水的時候 遇到了相對有煞技 也就是說有比較多的關卡 需要讓你去突破的時候 你只要不要忘記自己的本心 其實就能抓回來了喔 是啊 那以上呢 是我們今天介紹的格局 喜歡的朋友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同時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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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